英國外交部前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布條再度出現 飄洋的旗幟中好幾面寫著香港獨立 香港基本法23條正式上路 倫敦也出現示威群眾 示威民眾中主張拯救香港政治犯的 戴上墨鏡和大口罩 要求沒收港共居英權 和凍結港共英歐財產的不敢露臉 事實上即便是住在英國 覺得不安全的大有人在 劉祖迪就是其一 他因涉嫌違反港版國安法遭香港政府通緝 現在流亡英國卻總覺得被人監視 至於在香港路人一聽到基本法23條這幾個字 要不搖頭說不知 要不低頭走閃 老人家搖搖頭一言不發 不能說 這就是現在的香港 民視新聞綜合報導 我們在響鐘